局長 這幾天我們看到日本的這個震災海嘯 看得真的是觸目驚心 那 他們這個整個機場整個匪 真的是毀於一旦 那但是 在整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就是說不在首當其衝的災難區的話 其他民眾的疏散而且那個速度都相當快 甚至在地震前10秒 日本政府就先發布就有先有警告 然後開始幫民眾技術告訴他們趕快 而且簡訊馬上就傳給所有這個這個有大哥大的人 我覺得這項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台灣也正好在這個地震帶 什麼時候會發生誰都不曉得 那尤其在機場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機場又靠近我們的海邊 那我們希望永遠不會碰到 但是如果沒有做及早的防護的話 我還蠻擔心的 以我們台灣人一向對於 那個不到這個這個緊要關頭呢 不會去去解決到的狀況之下 那麼對於看到日本這樣的一個 這個地震還有海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這個機場安全方面有沒有什麼樣的特殊的做法 有沒有 跟文報其實那天下午 交通部行政院這邊其實也對我們所有的單位 包括海港機場都有發布相關的這個警告的訊息 那我們都有成立應變中心 也就是說我們是 我想請問一下機場這個安全的這個部分 飛鞍安全的部分 當然跟我們的飛機的這個檢測啦 還有平常的維護啦 跑道啦環境啦 還有這個這個飛航人員等等 但是我覺得天然災害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平常就要做好 可是天然災害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 你這個講習如果沒有 所有的疏散路線 而且這個逃出的方向 而且哪些資源系統 這些你們都有做規劃嗎 跟文報告 我們機場大概每年都會舉辦演習啦 但是說很坦白講 就以海嘯作為這個情境的 還沒有做過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機場靠近大園 大園其實是靠海邊的 這個你很清楚嘛 了解 所以說如果說以像九級這樣強大的 那個一口氣就有十公尺 三層樓以上 那這個我們的這個機場啊 應該是很難倖免的 至少周邊都會碰到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過去沒有這樣的一個危機意識 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建立 而且你那個整個機場 包括汽車的疏散 因為那個幾乎都是停機 那這一掃下去的話 真的不得了 那你那個疏散的路線人員等等的 還有就那個我們機場的整個防震的 這個系統都有都有經過 防震是完全依照內政部的建築技術規則 所規範的那種強度來處理 好這個是我們在看到這種大災難的時候 另外啊有一點我們非常佩服日本人 那麼大的災難 說實在話 已經比我們921大 大了256倍 那個上次我看到那個新聞的 在短短三天之內啊 那個城市雖然說還有很多攤販 沒辦法及時強行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人員的秩序啊 那種沉著穩定 誰不害怕誰不痛心啊 自己的這個親人都不不見了 可是我看到他們那種手法 而且對於這種災難啊 沒有任何的抱怨 只期待跟政府配合 怎麼樣度過這個難關 我覺得這個我們真的很值得來學習 尤其空這個航運這一塊 空航這一塊呢 是對外聯繫非常重要的 如果連這個都癱瘓的話 像我們這種島嶼國家 日本至少那個那個國內 還這個土地還比我們大很多啊 所以這個部分啊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啊 這整個啊未來在萬一有什麼大的 這個災難的時候 這整個啊空中如何如何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啊 維持最快的啊這個恢復狀況 而且對外聯繫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啊 那所以說除了啊這些已經需要 已經在工作的這個場地 萬一萬一如果真的整個啊 國際機場都已經毀 類似被摧毀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沒有其他替代的地方 可以呢啊以最短的這個時間 最快的速度能夠取代 讓台灣啊對外跟整個啊這個 恢復的狀況可以啦即時來開始 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是我們只要可以在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747它可以起降的就是幾個機場 那如果某一個機場有問題 它其他機場可以提供跑道來服務的時候 它就可以轉降 這個在我們飛航管理上是 事先就要規劃好的一個程序 我們希望哈你們那個SOP哈 還有就是我像像我覺得台北市啊 我都很擔心啊我雖然不住台北啊 我在桃園我還慶幸因為桃園畢竟是台地 那如果真的海嘯的話 那個人口這麼密集 你說那個那個整個疏散逃出的這個路線 我覺得日本以這麼大的災難 這真的是很空前的那種 我們我們今生能夠看到搞不好是空前 不曉得會不會希望不會再有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到其實 他的死傷的這個狀況啊 比起那個南亞海嘯還降很多 那表示說他們在整個政府也好民間也好 對這個大概他們一直都有這個地震的威脅 所以他們這個準備工作真的做得相當相當的好 而且民眾對於這一項災難的認知也都非常的強 那你看他們那個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說疏散全部疏散 那解除的時候全部都出來 那麼政府要他們怎麼樣配合 他們都知道自己該朝哪個方向來走 我覺得這個規劃很重要啊 那當然今天這個會安的部分啊 我在桃園我當然關注在我的國際機場 但是松山機場你也不要忽略掉 這個地方他這個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也可能是將來呢 又是首都所在地方 那整個疏散跟這個 我覺得重點要放在這裡 一定要先做好這個規劃 那甚至將來呢 真的是有災難的時候 他怎麼樣扮演起這個庇護的所在地呢 對外這個國際聯絡的中心也是很重要的 那個局長即早做好 我們希望我們都做好準備 那將來呢 能夠最好不要都沒有機會用到 是最好的 但是做好準備 看得出來日本是做了十足的功課 但是呢災難這麼大 還是死傷遍野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自己教訓 另外 就我們所知道 你們那個塔台的航管人員 執勤的這個時數 顯然是有超過 好像這個日班執勤 都要高達十一個小時 十三個小時的狀況 是不是這樣子 這會不會影響我們的非安問題啊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狀況 警察委員就指出來啦 你們那個日間執勤的要十一個小時 夜班執勤打十三個小時 而且塔台工作是幾乎是 所有飛航的第一線耶 那個起飛降落是所有安全裡面 最重要的一刻 你讓這些人員這麼超時的工作 可以嗎 局長你自己都搞不清楚這樣不行耶 我瞭解齁 我們是以總時數來做管制的啦 因為他每個管制員大概一個月要166個小時啦 那那個時數的分配喔 因為他們有時候牽涉到這個通勤的關係喔 會稍微集中在某一個時段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人力有不足的地方 我聽說尤其在新的飛航管理系統訓練喔 這個在轉變的時候 那個調度 其實在很多工廠的那個三班制裡面 尤其是那個小夜班變大夜班的那個時間啊 他休息的時段都會特別的短 所以你們這個都需要輪班嘛 我建議你這個部分啊 如果這個人數不足的話 你應該要補充 不要讓這些人過度這個超時工作 因為這關係到所有的安全的問題好不好 還有就是說 有很多尤其那些經驗比較不足的 你如果再讓他這個超時的話 他疲勞過度加上沒有足夠 所以你那個那個舊的人員跟新的人員之間的搭配 時間上的管制 你應該要一個SOP 把人的正常的心理心生理狀況 你要掌握得很準確 避免如果說這樣子 如果你已經都做得非常完善了 如果再有出出現那個那個那個空難什麼之類 你至少比較沒有這種良心上的的愧疚吧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提醒的這個很重要啊 就是人員要充分 那我們目前大概每年也都有 經過特考的這個管道來引進新進的人員 那新進的人員他經驗是不足 其實我們新進要有十一個月的訓練期 那有一部分的訓練是在 就是他就是在塔台上執行這樣的一個在職訓練 還有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都是你要事先做好準備工作 像上一次就去年的11月4號就是那個機場的那個塔台管制口誤啊 結果害那個本來是長榮跑道滑行的變成那個滑航的也在起飛跑道上面一陣混亂 所以你那個有經驗的人但沒有經驗的人這個過程 你一定要做好完全的準備 還有就是說當他這個超時工作的時候 有的時候那個腦筋可能在一片混沌的狀況之下 可能在講的時候呢會有那個失誤或什麼 我覺得這些人為的危險你要盡可能來避免好不好 謝謝委員主任 我是從那個日本的這個災難裡面 我們真的是得到一個很大 你真的是要熟能生巧 而且你要不斷的訓練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是說 你隨便寫寫文章或講講 交代過去就可以了 你必須不斷的讓他重複再重複 尤其這種安全它就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你時間固定或什麼 但是你那個演練久了以後 他會很自然的反應 能夠出錯的機會就會比較降低好不好 不要常常有這個非安的問題讓大家來詬病好不好 是OK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接著請